6月的最后一天,美国一口气对中国做了三件事。 一是美国五角大楼当地时间29日表示,今年2月在大西洋上空,被美军战机击落的所谓中国侦察气球。 在过境美国或飞越美国时没有收集美国情报。 二是美国、荷兰计划进一步限制,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到中国。 三是美国已批准新一轮对台军售,总值达4.4亿美元。 看起来北半球炎热的夏天,也没能让美国人闲下来。 好吧,又能怎么样? 先说说被美国吵得沸沸扬扬的流浪气球事件。 四个多月后,此时终于真相大白。 这个真相难道真的令人意外吗? 中国从一开始就告诉美国,这是民用气球。 因为意外,误入美国。 我们再回忆一下,美国的反应到底有多歇斯底里。 美国反华媒体和政客疯狂炒作。 中国间谍气球在收集美国敏感军事情报。 甚至是有关美国核武器的情报。 拜登政府顶不住压力。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推迟访问中国。 拜登政府竟然派战斗机把这个气球打下来了。 拜登政府装模作样,说要对间谍气球进行分析。 看看中国到底有没有收集美国的敏感军事情报。 好了,四个多月后,美国反华媒体和政客。 乃至美国拜登政府,当时连篇垒毒炮制的各种谎言。 终究是只包不住火,真相大白了。 五角大楼这一次用自己的方式,打了拜登政府、美国反华媒体和反华政客的脸。 就问你们疼步。 所谓的流浪气球事件再次说明。 在涉及中国时,华盛顿的气氛,已经变得极其扭曲,极其争鸣,极不正常。 一帮别角的政客相互比赛着要对中国发狠。 这也说明,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人物已经劣质化了。 他们对真相免疫,他们对说谎免疫。 对世界来说,可悲的是,华盛顿的这种劣质化倾向,已经对中美关系带来了实质性破坏。 再说说美国胁迫荷兰进一步限制半导体设备。 像中国出口的事情,这也多少在意料之中吧? 好像半导体,现在已经成了美国打压和遏制中国时。 仅有的几个抓手了。 拜登政府不把他用到死,似乎不甘心。 明眼人都知道,荷兰政府也好,ASML也好。 他们本来不想成为美国打压和遏制中国的帮凶。 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对中国进行限制。 无非是逼着中国的企业家和工程师, 早一点干出中国自己的半导体制造设备而已。 到了那个时候,荷兰也好,ASML也好,只有哭的份。 不仅他们向中国出口,半导体制造设备的梦想会破灭。 英勇的中国企业家和工程师很可能乘胜追击, 占领他们本来在世界其他地区享受的市场份额。 也许这个过程会比较漫长。 但到底多久算漫长呢? 十年还有二十年。 其实放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,都无所谓了。 中国人自力更生,突破美西方卡脖子瓶颈的大趋势。 但是,不会有任何改变。 半导体制造设备也好。 半导体生产工艺,流程也好。 半导体制造所需要的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也好。 这些都不是科学问题,都是工程问题。 而所有的工程问题,假以时日,都可以解决。 千言万语,话做一句话。 中国国产半导体行业一定要加油。 美国为了打压和遏制中国,不断胁迫荷兰自费武功。 对中国加码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限制。 这再次说明,美国才是这个世界上玩经济胁迫最大的玩家。 这还说明,做美国的朋友真是倒霉到了家。 美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毫不犹豫地让你自残。 真想问一句,荷兰你疼吗? 最后说说美国对台军售的问题。 在这个问题上,美国已经是个惯犯了。 说实话,在今天海峡两岸真实军事实力对比面前。 美国卖给台湾的那点破铜烂铁能起什么作用? 姑且不说这些破铜烂铁,要到狗年马月才能交付。 就算是明天交付又能怎样? 解放军军舰、飞机。 照样轻轻松松抹掉所谓的海峡中线。 照样轻轻松松逼进所谓的24海里毗邻区。 蔡英文也好,民进党也好,拜登政府也好。 能放个屁吗?放了有声响吗? 今天美国搞对台军售。 不过是敢在中国完成国家统一之前, 让美国的军火贩子再赚上最后的一笔而已。 这些破铜烂铁阻挡不了中国国家统一的步伐。 更何况真正先进的武器装备。 比如说F35战斗机,美国敢卖吗? 如果卖了,到时候两岸统一。 正好送给解放军研究研究。 2023年6月的最后一天,北京焦阳似火。 这种高温天在十几年前很少见,但今年似乎特别多。 多就多点吧,也得习惯。 就跟美国一样,现在天天憋足了劲对中国使坏。 这在十几年前也不太可能出现。 现在倒是成了家常便饭。 美国只要自己不累,那就使劲使坏吧。 这些在中国面前,不过都是些下三滥的招式。 短期内会让中国感到一些不舒服。 长期看,对遏制中国的发展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。 美国这样一个堂堂超级大国, 沦落到今天只会憋红了脸对中国使坏的地步。 想想好丢人,好可怜。 秦刚外长还没有踏上访问美国的飞机, 但拜登政府却突然憋红了脸对中国使坏。 既然美方先动手破坏气氛, 那么中方也不必客气。 对应的针对性反制必定到来。 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之后, 他曾当着记者的面宣称, 对中国外长秦刚发出了访美邀请。 并得到了秦刚外长会在合适的时候访美的承诺。 布林肯似乎是以此作为自己, 推动了中美缓和的证据, 拿来向美国媒体吹嘘自己。 然而, 切不说秦刚外长的相关承诺, 有可能是礼节性的。 例如中国人常说的有空请你吃饭, 不能代表确切的承诺。 即使秦刚外长真的有了访问美国的计划, 美国方面也得拿出诚意来, 才可能推动这一行程。 而现在看来, 美国方面缓和关系的诚意没有看到。 再度破坏中美关系的意味倒是很明显。 日前美国众议院外事委员会宣布, 将会专门设立一个老虎工作组。 工作组的任务, 是推动美国在对外军售过程的现代化。 按照众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麦肯尔的说法, 这一工作组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美国国家安全, 以及台湾地区之类的盟友的需求。 从美国众议院的这番表态来看, 其新举措的针对性是很强的。 这几乎就是为了推动美国对台军售而建立的组织。 而在今年早些时候, 美方曾宣布因为技术方面的问题, 推迟榴弹炮和F-16战斗机的对台交付。 当时中方可能还会把这一现象, 当作美国缓和对华关系做的小努力。 而现在看来, 我们实在是不能高估美方的诚意。 事实上一个很有可能的情况是, 美国方面是为了能够推动布林肯的访华, 才在之前故意地做了一些姿态缓和关系。 例如给对台军售踩下刹车。 而在其目的阶段性的实现, 布林肯完成了对华访问之后, 美国就又变了脸, 重新推动对台军售, 继续搞所谓的武装台湾。 妄图已把台湾变成军事据点的刺猬战略, 来阻止两岸统一。 不得不说, 美方这样的行动如果真的推进, 必定会立刻重创, 好不容易有所缓和的中美关系。 在之前的对话中, 秦刚也已经对布林肯警告过了, 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重大的问题, 同时也是最突出的风险。 这样的表述其实已经暗藏了。 中美两国可能因为台湾问题, 而发生冲突的警示。 如果美国不顾警告的采取行动, 真的出事了可别怪中方没有提醒过。 总而言之, 中方手中能够反制美方的牌很多。 只要美国方面敢做出一, 中国这边就不是不能做十五。 各种反制措施都可以考虑用上。 而拜登政府在采取下一步行动之前, 最好是三思后行。 中美关系好不容易有所缓和。 如果美方重启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的挑衅, 恐怕会让他们之前那么久的努力, 全部化为泡影。 这对中美双方都不是一件好事。 对美方尤其是如此。